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次刚刚发布的Redmi Note 12系列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外观方面这里为你展示的两台机器是Redmi Note 12探索版以及Redmi Note 12 Pro 配色方面Note 12探索版目前只有紫叶黑这一款配色 光滑的黑色玻璃背板质感不错 底部右侧的金色logo以及本次210瓦秒冲的标识显得格外显眼 三颗镜头模组之间与之前发布的Redmi Note 11T Pro系列是相似的 但是调整了闪光灯的位置 而另外一款Note 12 Pro一共有四款配色 这款镜磁白色采用了纯直的白色玻璃背板 配合同样是白色的平直边框 整体的颜值还是在线的 而在边框部分两台机器都有极为罕见的3.5毫米耳机接口 以及红外线接口 上下双扬声器开口 侧边是指纹电源二合一 按键和边框的颜色是统一的 重量方面实测探索版整机210克 Pro版本整机190.5克 两台手机拿在手上 Note 12的探索版如果抛开重量 那么微曲面的背板 手感上明显好于Note 12 Pro的中框直角设计 不过重量方面显然是更轻的拿起来更轻松 机身厚度与镜头凸起方面 Note 12 Pro明显要更薄一些 机身厚度还不到8毫米 而探索版则是来到9毫米 本次Note 12系列的三个型号 都采用了6.67英寸的柔性OLED直屏 2400×1080的分辨率 最高120Hz的刷新率 并且支持PWM调光 以及10bit的色深 通过显微镜 你可以看到我们手中这两台机型 均为钻石类型的排列 当然并不是标准钻牌 像素形状上是有区别的 本次Note 12系列的屏幕供应商 均来自国内 分别是华星 天马 维信诺这三家 素质方面咱们简单看一下 目前在亮度方面表现是不错的 实测两台机器的手动显示白色图变的时候 亮度最高都来到500nit以上 而强光照射下自动激发亮度达到了900nit以上 可以说在这个价位段里面 国产屏幕的表现已经越来越强了 在相机部分重点来看 本次升级最大的Note 12探索版 探索版搭载了前几天三星刚刚才发布的HPX传感器 主摄首发达到2亿像素 1.4英寸的大底 F1.65的大光圈 这款三星的HPX传感器 可以直接使用2亿像素进行原生模式的拍摄 当然也支持像素4合1的拍摄5000万像素的照片 甚至更能以像素16合1到1250万像素 以此实现多场景下的拍摄能力 剩余两枚镜头分别是800万的超广角和200万的微距 另外一台Note 12 Pro主摄采用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索尼MX76传感器 5000万像素同样配合800万像素的超广角以及200万像素的微距 这两台机器拍照如何呢 咱们对比来看 首先三台机器都选择高像素模式 三组样张当中 Note 12探索版的2亿像素成像的画面明显亮度更高 色彩也更为艳丽 第一观感是不错的 放大到远处的文字部分 相比较于左边的Note 12 Pro5000万像素 可以说是优势明显 而对比前代的1亿像素来说 在草丛部分的细节还是可以看出区别 我们再切换到路灯部分 高像素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 接着我们将探索版的2亿模式调整为像素4合1的5000万像素 可以看到色彩观感上和2亿像素并没有明显的肉眼差别 但是放大细节 对比较前代1亿像素Note 11 Pro Plus 也是拿捏的非常准的 甚至在树干高光部分的处理 还要略好于前代 表现是不错的 而对比较本代的Note 12 Pro 解析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需要说明 如果大家需要拍摄高像素照片 需要在相机界面里开启超清模式 而且Note 12的探索版超清模式默认是5000万像素 你需要再次手动切换到2亿像素 简单来说 就是开启这个功能 藏的比较深 而拍摄2亿像素的时候 也会对环境光线有所要求 拍摄完成的高像素样张 也可以在相侧端对于照片进行智能构图 进行不同比例的裁切 因为是高像素样张 所以尽管裁切之后 也是细节满满 好了 看完高像素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焦段的样张 在超广角里 第一观感上Redmi的整体画面亮度更亮 细节部分在广角边缘 画质上对比较前代有所提升 而天空和树叶部分的色散控制就相对一般了 第二组超广角样张 Redmi的三台机器在色彩的处理上是更为艳丽 也更为讨喜 放大至远处 输音部分 Note12探索版的处理适中 并没有前代锐化严重的情况 相比叫iPhone这边明显提亮了许多 切换到一倍样张 整体来看色彩和钢材广角端成像是一致的 不过放大来看细节 四台机器并没有明显拉开清晰度方面的差别 其中Note12 Pro在屋顶瓦片的纹理部分 还要略好于其他三台机器 在两倍样张当中 Redmi Note12系列的两台机器成像风格和iPhone14类似 并没有出现前代产品整体发白的现象 当然细节部分是不如iPhone 切换到长焦样张 Note12系列可以看到AI处理的比较明显的痕迹 iPhone这边清晰度更好 当然噪点也要相对较多 夜晚测试我们开启夜景模式 这一组一倍的样张 四台机器里边iPhone的整体亮度更高 而Note12的探索板 不管是在色彩饱和清晰度方面 同样也是可圈可点 此外本次探索板还推出了五款胶片风格的相机 以及专属的胶片画框 搭配使用的时候 整体样张的质感和色彩也是相当丰富的 这个感觉有一点像小米的12s Ultra了 那这几组处理之后的样张风格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在录像方面 两台机器目前仅支持最高4K30帧的录像 录像实测里 三台Redmi机型对比较iPhone 取景框的范围要更广一点 Note12系列整体画面的解析力 以及色彩表现还可以 在暗部细节 相比较iPhone要稍差一点了 而且在我目前测试的版本当中 还没有加入防抖选项 应该还是测试固件的原因 所以目前手持缓慢移动的时候 还是可以感到画面的抖动 而跑动起来的画面 整体抖动的就更加明显 在夜晚光线复杂的场景里面 因为本次Note12引入了 ARD低反射镀膜 实际成像方面 画面的鬼影和炫光 都是有所减小的 可以看到虽然Note12 Pro画面更亮 但远处灯牌的部分 就会明显过曝 反观Note12探索板 对于高光的压制处理更好一些 防抖的表现和白天的测试差别不大 除了本次发布的2亿像素主摄 值得我们关注之外 Note12探索板本次还有一个夸张的 支持210瓦的秒充 因为它使用了3颗 白瓦的快充芯片 功率上上限可以达到300瓦 包装内的氮化加充电器 体积也是足足比Note12 Pro的67瓦 大出了一大圈儿 充电线材方面 探索板10.5A的双C口高规格线材 不过没有变短 长度还是99厘米 实测充电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这里我们选择开机联网的情况下 模拟日常使用时充电 Note12探索板5分钟就可以充64% 而充滞显示100%只需要9分15秒 到涓流完全充满一共是用了10分40秒 充电过程当中最大峰值功率来到了189.93瓦 这个充电速度确实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而更加重要的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充电器和手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发烫的情况 这才是一个让人比较安心 同时又有惊喜的充电体验 当然在续航方面 Note12探索板是4300mAh 对比另外两款Pro机型的5000mAh的电池 就要略小一些了 实测两款机型在300nit亮度 最高刷新率的情况下 进行常规的五项测试 最终Note12探索板剩余是50% 而Note12 Pro剩余62% 两者差距了12% 所以探索板的续航时间明显要更短一点 一边是大电池长续航 一边是超高速的充电 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在性能方面 本次Note12的三款机型搭载的是天机1080处理器 配备了LPDDR4X和UFS2.2的闪存 只看参数来说的话 这三款机型配置其实是属于中端机型的 具体的性能以及游戏表现 咱们来看一看 首先安脱脱的跑分 开启性能模式 关闭性能模式 多轮跑分 两台机器的分数都在50万左右 探索板的表现要稍好一点 可以达到50万零五千 同样的测试条件 来看Geekbench 5 两台机器单核最高达到765 多核最高2234 这个跑分对比目前热门的终端机型来说一般 在游戏方面 目前的测试板固件 王者荣耀设置 只支持超高帧以及高清画质 实测30分钟结束之后 探索板平均帧率是89.5 Pro版表现略好 达到90.2 而在游戏结束之后 温度也只是温热 两台机器正面最高 探索板只有38.8 背面温度Pro这边是38 合并精英测试当中 只有开启最低画质 才可以开启极限90帧 最高画质可以设置成HDR高清 高帧率的40帧 在此画质下实测30分钟 两台机器的平均帧率都接近满帧 温度方面 正面最高的探索板也只有38.2 背面是36.3 游戏表现中规中矩 温度表现还不错 除此之外 还有游戏时的双扬声器 以及X轴线性马达 这些都是有的 大家可以放心 经过了两轮游戏 以及跑分的测试 这个处理器的性能 大家应该是了解了 简单总结 就是运行中低负载的游戏 不管是在温度 还是帧率的表现 都相对不错 好奇的小宝宝 肯定要看原神的表现 我们就开启性能模式 将游戏内设置为高画质60帧 运行30分钟 来看效果 可以看到 这两台机器的平均帧率 都只有35帧左右 从帧率图 也可以看到 帧率是有明显波动的 Redmi Note 12 Pro的温度 表现又更好一点 正面温度是42.5 背面41.6 而探索版的正面温度是44.4 背面温度是42.2 总体来说 这两台机器并不太适合 那些硬核的游戏玩家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 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 本次发布的Note 12系列 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其影像方面 探索版2亿像素三星HPX传感器 保证了画面的基本质量 而样张的成像风格方面 以及影像的算法方面 可以看到 Redmi也是丝毫没有忽视 甚至将小米影像的大脑 首次下放到了Note系列上面 丰富了更多的使用场景 以及成像风格 210瓦的充电器的充电速度 确实令人震撼 开机联网的情况下 1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 这在市面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了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电池容量方面就会稍显不足 所幸处理器功耗没那么夸张 现在方面 天机1080处理器 日常使用 不玩重度游戏的话是够用的 毕竟对于千元的价位机型来说 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 最后满分100分 对本代Note 12 你达多少分 大家可以挡在弹幕上 好了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们下期再为你带来更多详细机型的对比